你好 欢迎收看6月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台东县长饶庆林 在2号下午召开的疫情记者会中 宣布新增4例的确诊个案 而这些确诊者都是泰玛里人 与前一天所公布的确诊者同为一家人 另外一方面县长也宣布 泰玛里以及金峰两个热区普筛 已经提前结束并全数完成 在台东县6月2号召开的疫情记者会中 县长饶庆林宣布 当日新增4例的确诊个案 这些确诊者都分布在泰玛里 和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所公布的确诊者 为同一家人 截至6月2号为止 台东县内一共有21例的确诊个案 今天有4个确诊的案例 这4个确诊案例 跟昨天的三位是同一家人 那本县到今天为止累计21个案 那今天这4个案例 我们匡列了5个人居家隔离 总计我们现在匡列了246位居家隔离者 家庭群聚关联图 大概简单的跟各位看一下 同住的有8位 7个7位确诊 那也都已经收治当中 虽然台东县持续出现新增的确诊个案 但县长老庆林在记者会中宣布了一项好消息 目前针对泰玛里和津峰两个热区的普筛 已经提早结束了 完成了604人的筛检 金丰香新兴村全村的居民总共有600多位 但扣除不在籍以及居家隔离确诊者 小婴儿等等 我们总共筛了432位 那在北里村2到60 也是去除居家隔离者以及婴儿 那我们总共普筛了172位 在这些人当中总共有4位阳性 但是最后是两位确诊 过去三天的阳性个案都是零 我们可以在这里宣告这个好消息 也就是金丰香新兴村 和泰玛里乡北里村2到60的疫情 我们是守住了 以县府目前的疫调研判 6月1号及2号 总共7名确诊的泰玛里乡亲 是从北部感染后返回台东确诊 因此在5月15号之后 具有双倍流失的民众 如果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 请直接就医 而没有症状的返腔民众 也请尽快到卫生所进行快筛 避免不自觉的成为感染源 同时也期盼台东县能够早日 再度出现加铃 记者安杰伦 台东市报导